在銅鑼灣執勤遇襲的警員,情況轉為穩定,繼續留意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強烈譴責有人美化恐怖主義 又批評有家長帶子女到場悼念,令人心寒 郭志成報導 多名市民星期五穿著黑色衣服,帶白色花束 到銅鑼灣崇光白貨外,悼念襲警之後自殺的疑兇 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,留意到網上有人企圖英雄化而兇 美化暴力和恐怖主義,強烈譴責這些行為 昨天在媒體上看到,是有一個家長帶了一個年幼的小孩 企圖悼念這些恐怖分子 其實看到之後,我覺得非常心寒 究竟是不是想我們下一代的人全部都變成這些嗜血的恐怖分子 我亦希望各位社會國界認清事實 認清一些邪惡的勢力在背後,是不停想煽動仇恨 鄧炳強說,會用港區國安法等的條例打擊鼓吹恐怖活動的人 被問到市民到場獻花是否違法 一定要看回,第一樣就是你本身獻花的行為 會不會引致到有其他混亂 或者會不會引致到一些社會混亂的情況 或者會不會引致到其他違法的行為 所以我們是,警方是必須執法的 對於被指,今次事件是因為民怨未能疏到所引致 鄧炳強說,這個說法是本活倒置 說有很多人想用歪理蒙騙社會人士為犯法行為開脫 有線電視記者,郭子晴報導 鄧炳強說,這朵 beste